嗨,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曹老师 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今天是星期五了吗? 那在星期天的时候,是母亲节妈妈的节日 那小朋友们,你要送给妈妈一个什么样的节日礼物呢? 你爱你的妈妈吗? 那今天,曹老师会分享一本故事,叫做《我妈妈》 现在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这是我的妈妈,她真的很棒 我妈妈是一个手艺特别好的大厨师,还是一个神奇的画家 她是全世界上最强壮的女人 像猫咪一样温柔,又像犀牛一样强壮 她的歌声跟天使一样美丽 呼吸又像狮子一样凶猛 不管我妈妈是一个舞蹈家,还是一个电影明星 都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超人 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爱她,而且你知道吗?她也爱我 我亲切的那一天 我放学回到家里面 买了一束玫瑰花 送给我亲爱的妈妈 请老善良的妈妈 给我一个温暖的家 温柔可爱的妈妈 让我梦想美丽 好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故事和儿歌都看完了 那常老师说,在下午的华语课你可以和老师介绍一下你的妈妈吗? 比如说你的妈妈唱歌很好听 也许你的妈妈可以陪你一起跳舞 那也许你的妈妈煮食物给你很好吃 那你可以和老师一起说一说 并说一说你爱你的妈妈吗?为什么? 那刚才曹老师还有分享一首儿歌给小朋友们 儿歌的名字叫做鲜花送妈妈 希望小朋友们学习之后 然后可以唱给你的妈妈听 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对吗? 然后曹老师说你可以唱儿歌给妈妈 在下午的华语课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手工的花朵送给妈妈 所以曹老师希望小朋友们准备彩色紫、剪刀、胶水 然后如果你的家没有彩色紫 你也是可以准备彩色铅笔 然后一张白色的纸 我们做一个手工的花朵送给妈妈好吗? 那小朋友们我们下午再见 再见